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二十八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栗战书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沈春耀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江碧新做的 专立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草案二审稿增加了对产品局部外观设计 给予专利保护的规定 完善了有关产权激励 专利开放许可 专利保护和专利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定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草案二审稿加强对学生负担 学生安全学生欺凌等方面问题的治理 强化家庭学校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 网络保护责任 以及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胡可明座的 出口管制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草案二审稿明确临时管制 实施期限届满如何处理 整合相关管制物项出口许可 强化管制物项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管理 进一步明确海关相关职责和权限等 为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适应预防惩治犯罪的需要 委员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议案 草案共修改补充刑法三十条 加大对安全生产犯罪的预防惩治 对社会反应突出的高空抛物 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的犯罪 做出明确规定 完善惩治食品药品犯罪规定 完善破坏金融秩序犯罪规定 加强企业产权刑法保护 强化公共卫生刑事法制保障 修改完善生态环境等 其他领域犯罪规定等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 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宁 做了草案说明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完善行政处罚制度 委员长会议提出了 关于提请审议 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 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许安彪做了草案说明 为保障数据安全 促进数据开发利用 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 委员长会议提出了 关于提请审议 数据安全法草案的议案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 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刘俊辰做了草案说明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逅